一般人来讲的话,我们一分钟可以读到两百个字到四百个字,可是经过七周的一个速读的以后呢,它可以产生到一千个字,两千个字,甚至到五千个字。 所以呢,他应用这个观念呢,他就说我在教学的时候,我就应用速读的方法,怎么样的方法呢? 他怎么样学习速读呢?他就跑到一个图书馆的里面去,拿了几本这些教科书,儿童读物开始,那么他就把书怎么样颠倒地看,然后颠倒地看起来,它不是一个字一字地读,它是一张一张地翻,所以在这个观念当中,一张一张翻的时候呢,他是抓住几个字,然后产生一个图像,用图像进到他的脑海的里面,这样记下来。 因此呢,如果他在速读的方面可以增加到四倍的话,那么他就应用到这方面,就说我在教学的时候呢,我可以用同样的时间,教四倍的内容,但这四倍的内容呢,还要让每个学生呢,完全地记住,然后实用。 好,那么同样我想,大家都很清楚了,整个这个模式了,他讲到的是,一开始的第一个部分呢,讲的是原理,然后下面呢,讲的是诀窍,诀窍就怎么去应用这些原理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就是说,模式与原理的这方面呢,他有传递信息的四种模式,就是说,怎样把你的信息传递到,从一个施教者到一个受教者的里面,他有四种方式。 那,记忆的原理呢,就是说,信息有快速的传递到受教者,然后接下来,他在应用方面呢,他提出了五个阶段,这五个阶段,就要告诉你,你怎么样把一个很大的一个,很多内容的教材呢,很有系统的,能够包装好,也让你的受教者能够记住,记住以后还能够精通,那么他提了七个诀窍。 好,下一章,那我们最后呢,我们有一点应用跟反思,这应用反思呢,我会以满福宝为例,使用这记忆的定律来传福音,那我们也有一些思考,经验跟恩高,或疫情前跟疫情后的这些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那,最重要的,请弟兄姊妹看到,就是说,我们是以整个这个生命的学习呢,它是以圣经为依据,以基督为中心,以圣灵为动力,以生命的改变为最后的目标。 那,这在自苏文龙牧师的基督徒教育的一句话,下一章。 那,那我们现在都很清楚,这个学习的金字塔,那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金字塔,经过两周了以后,如果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式,直接听的,我们只有五个percent。 可是呢,一直在强调的,在整个在强调,教导别人或立即应用的,如果说今天弟兄姐妹学到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呢,你能够马上的在你生活上去应用,或者是教导你的姐妹,或者是教导你的孩子呢,你在两周以后可以得到的这些内容呢,是九十percent。 我们现在来讲模式跟原理,讲到模式呢,它有四种的模式,就教训,教训就是在单方面的,一个官位的一个方式,谈论是双方面的。 提醒呢,是一种,比如说,我把这个以色列地图摆在我的办公室前面,每次想到我就为以色列来祷告。 那广告是什么呢?就是一种标志,我们一到,一出门的时候,有许多的交通标志,透过交通的标志来影响我们的一个行为。 那同样的,在这里面呢,它有七个记忆的原理。那么在这个记忆的原理的当中呢,我是利用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四章,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里面,它涵盖了整个七个原理。 我们来看,第一个,当然要学生记住乃是老师的责任,这些我们很清楚了。 所以说,耶稣呢,祂知道,祂要把这样一个救恩传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当中里面,这是祂的一个intention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,祂要帮助他了解这整个事实,然后使他的生命获得改变。 所以祂是用一个肉体方面的壳,然后引伸到一个心灵上面的肝壳。 好,请下一章。 所以祂把从一个日光之下里面的肉体能够带到日光之上,一个心灵的肝壳。 然后最后,再借着最重要几个事实,什么样的事实呢? 就是说,肉体的肝,心灵上的肝。 然后呢,怎样去帮助他呢? 就是让他知道,他在过去这肉体的满足当中,他缺乏了一个,他实际上是心灵上面的一个空虚。 以至于他使用肉体的满足,心灵的满足他心灵上面的一个空虚。 可是呢,主耶稣在这时候呢,把他转到一个地方呢,转到敬拜方面。 他说,他心灵空虚完全是因为他敬拜了一个错的一个神,一个对象。 那在从这个敬拜的对象呢,引导他进入基督跟先知,然后进入到一个基督的里面,让他心里得到满足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,整个主耶稣在教导他,这个过程当中,他应用了完全的七个原理。 你可以看他把最重要日的锁定最重要事实传讲,让他能记得住。 他怎么记得住呢?他记得住以后,他就丢下了他的怎么样,那个罐子,他就到城里面去传讲,他遇到了弥赛亚。 那主耶稣就把这些事实都排好,一开始是从他的肉体的壳到心灵的空虚,接触他肉体的满足,然后引导到先知,然后敬拜。 让他可以得到心灵的满足,最后让他认识到真正的弥赛亚。 那么原理的六跟七就很简单了,当以后这位妇人在想到他跟这弥赛亚接触的时候里面,他知道他怎么样用心灵诚实可以去敬拜神。 那我想原理七就是很清楚了,就是减少记忆用的时间而都发生在应用。 这是一直我们在强调的,可是在整个记忆定律的里面,最主要的几个字呢,就要操练最基要的部分。 好,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五个阶段跟七个诀窍。 在这五个阶段跟七个诀窍的里面,阶段方面就是说,你怎么样把一个这么样丰富的内容里面,摘出最重要的部分。 这重要部分以后,你再包装起来,让受教者容易懂,而且容易记住,而且还达到一个精通了。 今天我要用的一个例子了,就是葛牧师在我们银阳堂开始的导读。 所以,葛牧师他说他四十年的一个经验里面,都放在这个导读,把这个导读精华截录出来。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到坊间的这些书房去看的时候,你看那些祷告书,无论是达虚的,像陶树的这些的书,都是很厚的一本书。 可是呢,葛牧师怎样用他四十年的经验呢?只用差不多一张纸,两面就可以接出来这个导读了。 所以他同样,他抓到基要的部分。他基要部分是哪个呢?一个是个人的部分,再是团体的部分。 那么,怎样让这样的一个导读让大家可以懂呢?他就讲到什么?热灵运动,直读指导,水灵化导。 然后,这是讲到一个个人的部分。那讲到团体的部分呢?他强调什么呢?四个要诀,快短皆新,同声响应,彼此的对说。 然后,在操练的部分呢?他说,怎么记住这个操练的部分呢?要分段导读,强读重点,不透不放。 然后,接下来,导读的操练就使每一天呢?鼓励我们每一天去用这导读的方式呢?使这整个导读呢?能够精通。 然后,最重要的,精通了以后呢?就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面。那,接下来呢?就讲到诀窍。 诀窍的部分,这里讲到很重要的就是说,备课还讲到一些技巧。那么,下一张,对,刚刚,对。 那么,在作者这一方面呢?他强调这个技巧,他怎么强调呢?他叫我们能够善用人的知觉,能有五种知觉,视觉、味觉跟听觉,嗅觉跟触觉。 那么,就是说我们肉体的语言,肢体语言是很重要来传达信息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人生的经历呢?都是这些感官交集所互动出来的结果。 所以,在这样的传达信息当中,我们会彼此把这个知觉呢?互相的来交互的应用。所以,在本书的作者里面,他就强调一点。他说,当你看到这天空彩虹的时候,你就这样就记得神的一个应许。 神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呢?神就应许说,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。 那么,诀窍的第一个,他是用图片说明真理或事实,就要设计一个图片,把内容衔接起来。 那我举一个例子,我曾经在学生团聚说,分成两组,然后两组以后就把一个福音的故事介绍给他们,要他们用画,把画出来。 两组画出来的时候,我叫他们再去解释,用他们画出来的画,再来解释这个内容,就帮助他们把整个耶稣的故事进入到学生的心里面。 然后,诀窍二是以故事表达真理或事实。怎么样用故事表达或真理或事实呢? 首先,比如说,我讲要怎么样增强你的自我形象,把自我形象的元素全部列出来在一边。 然后,我再讲一个故事,再请同学去确认在这个故事当中,有哪一些增强自我意识,就是增强他自我意识,建立一个良好健康的自我形象的元素,然后透过这个故事把它结合起来。 然后,用字母的次序来表达或讲述真理跟事实。我们想了,Bless就是怎么样? 五重祝福,那么还有一个,我现在引用一个就是说,我们在始祖校园里面用的一个五基来讲述我们现在,我们教会在疫情后的一个护养的方式,是Go Online。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,在Room上面的聚会。那Go In呢?就是我们去关怀,怎样去Go In呢?就是使用各样社交媒体,去进入到每个弟兄姊妹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。用WeChat,用Line。 那Go Deep,什么叫Go Deep呢?我们仍然有主日学,有门讯,还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会议,就是Go Deep。那Go Stream,就是承导,还有实体跟云端。 就像葛师母,利用这次的这样的一个研习会,把实体弄到云端。我们还有云端的丝斑也要产生。还有Go Global,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,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呢,可以深入到世界有英国的,有德国的,有法国的来参加,或有在美国的其他的教会也可以参加。 所以这就看到就是说,5G,应用到我们的教会的里面,就是说用字母的次序来转述一个真理或是事实的一个实力。那么,另外一个诀窍是,就是用实物动作连贯真理或事实。 神常常用很多的这些的食物,比如说天上的飞鸟,百合花,来讲到他对人的一个关注,然后说头发掉了以后,表示对人官为的一个细微。 那么,同样的,我们也看到就是说,许多的教会呢,也用一种配合的节庆,比如说像逾越节,他们就在整个教会的里面,大家整个过一,把逾越节的所有的一个形式,就走过一遍,走过一遍的时候,在走过一遍的时候,他就把摩西的五经所有的内容怎么样,结合在一起。 那用戏剧来强调真理或事实,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说,这五台剧来表演耶稣的诞生,然后用音乐记住真理或事实。 那么,我记得在上礼拜,我们主日学的时候,大卫弟兄他就用了一个跟随耶稣的里面,讲到一个宣教者的故事,他透过宣教者的故事来强调怎么样,我们在所领受的大使命。 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,就是西宁德安宁的作者,就是说他如何在一个丧失到他的家庭的里面呢,他怎样从神得到平安而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。 然后,这是用透过音乐记住真理或事实,透过图表,第七,诀窍七,就是透过图表,摘要,真理或事实。 什么图表呢?就是说,把一些很复杂的,一些数字性的,把它弄成图表,或是弄成各式各样的一个table出来, 做一个前后的比较,就把就很清楚的,让读者呢,很清楚可以抓住一个重点,跟前后面的一个差别,这是诀窍七。 好,那我们现在就讲到应用这方面。 那么,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,廖长老成立了这个教会这个海员事工,那么跟着廖长老我们到船上去的时候, 我们只能够在40分钟,40分钟,他吃饭的时候,他一边吃饭,我们一边要跟他讲这个福音的真理,把福音传给他。 那么,我们就用了,我当时就用了真理堂出来的满福宝,那么,弟兄姊妹,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福的里面,它是两个部分,两个部首。 在弟兄姊妹,你们看到右手的是一个四字的一个部首,这表示神的意思。 另外,左边的是一口田,这一口田在原来的古文当中,它是什么?它就是福。 这一口田,也就是关系到我们在中国人,它是以农来立国,所以以农立国的话,地很重要,所以以色列也知道,地很重要,地就是神所吃的产业。 所以,把这个地的产业呢,可是在地上的产业呢,它受到这些洪水、火灾,它都会被摧毁的,所以它是暂时的。 可是,如果你把神的这个福气加起来的时候呢,那么,就表示说,神呢,还有一个永恒的,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一个地图,在日光之上的。 那么,就透过这个福字呢,你再牵扯到满福宝里面,在满福宝里面,它有各种的福气。 那么,你就开始可以跟他讲说,这样各种的福气的里面呢,神把所有的福气呢,放在耶稣的里面,再把耶稣给了我们。 所以,透过满福宝的时候,但是呢,你必须接受耶稣,那接受耶稣呢,你必须要认罪。 所以,那在这个时候呢,就把这个罪呢,认罪呢,为什么有罪的这些真理呢,再传递给这些,传递给这听的人。 那么,这满福宝对它才有意义,否则的话,我们就把满福宝给它的时候呢,翻一翻就丢掉了。 我那时候,我们给的时候,常常就看,吃完饭,他就把这本书呢,放在桌上,就不带走了。 所以,但是呢,我们跟他讲这个福的时候呢,从那天开始呢,他看福字,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观念了。 他想到这个福呢,是从天上来的福的话,是永恒的,所以在暂时跟永恒呢,他就做了一个对比。 那么,在这过程当中呢,他从今以后,他看到这个福字,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念了。 而且,他知道,神所赐的福呢,他是不加上忧虑的。 接下来,我们有些的思考,讲到经验跟恩高,下一章。 这是我两、三个礼拜以前,跟一位国内传道人来谈到的。 他就讲到,就说,你到底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服侍者呢,还是有恩高的。 有经验的服侍者呢,他就是把事情做好。可是恩高呢,他是不一样的。 带出来的恩高的服侍呢,你不但是呢,你是要改变生命的。 那怎么样来改变生命呢?我们有什么忍耐能够改变生命呢? 大家一再提到改变生命,你我可以改变生命呢?绝对不可能改变生命的。 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,我栽种,我浇灌。我们只能做栽种,我们只能做浇灌。 那栽种跟浇灌,我们要挑选什么东西呢?挑选,这里讲到就是说,不能坏的种子,就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。 那浇灌呢?浇灌是神的作为。 所以,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怎么样?圣灵的圣灵很重要。 所以,刚刚第一,宋长老也提到,就是他为彼得来祷告。 他为彼得,他预先知道彼得会,就是说他会,他会get lost,那么他就为彼得,会有软弱,他就为彼得来祷告。 以致他在祷告的时候呢,将来呢,他能够再次被复兴起来。 我们知道,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里面呢,到最后都离开了。 可以说,我们看到的是说,其实呢,耶稣的教导是很失败,可是呢,最后是什么样,再把他跟耶稣的这些使命结合在一起呢? 就是祷告,就是借着圣灵里面,圣灵呢,为这些人祷告。 我们相信,圣灵可以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出的,说,借起主耶稣所说出来的话。 那我们看到一点呢,就是说,今天在美国信仰的这些的留学生呢,回到国内,我们看有个数字,是百分之九十,十个里面有九个人,他不再走,他不再信耶稣了。 在当时的氛围的里面,在现代的体制,那我们能够做什么?就是为他们祷告。 所以,一个经验跟恩膏是很重要的。 然后,最后一章。 好,我们现在想到,就是说,反正说,疫情跟疫情后,是两种不同的方式。 在疫情前呢,我们看到,我们可以用许多的知觉,可是在疫情后呢,我们在用的知觉就很少了。 好,那在这时候呢,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更多的创意,去怎么来让,就是说,得到更多的信息里面,而且还记得住呢? 我想就是说,最重要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,用图片。 你怎么样去求神给我们智慧,用这样的一个图片,用这个字,把它成为一个印象呢,放在一个受教者的当中,马上新年就要到了。 我们实在可以用这个福字,你去传福字的时候,同样呢,你就把这个福音也带出给它,然后呢,你再把满福宝给它的时候,再继续的,我们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谈。 这就是一个可以应用的一个方式,所以整个在这里面呢,最重要的一个,一个操练的部分呢,在这记忆的定义里面,就是说,怎么样利用这个图画,图片呢,来加深我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,或是用这个图画呢,来传递我们的好消息。 好,我的时间到了,好,谢谢。 谢谢高长老给我们的分享啊,那我们知道他刚刚提到精练的这个部分啊,我们练任何的技巧,弹钢琴,拉小提琴也好啊,都是要经过不断的练习才会精练啊,然后也要复习才能够精练,所以呢,教育界有一句名言,重复就是教育,重复就是教育啊。 在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说,要学生记住教材的关键,就是复习。 那刚才啊,高长老也跟我们提到,就是说有一些sign啊,有一些标志帮助我们提醒,提醒我们,我们所学到的。 比如说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标,啊,有一个牌子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,对不对? 吵架的时候一抬头看,就受到提醒了,基督是我家之主,我怎么又发脾气了呢? 啊,基督是我家之主,我怎么又骂人了呢?啊,我怎么又抱怨了呢? 所以这些方法都是帮助我们来学习的。 那我想就是我们知道记忆的内容很丰富,刚才啊,高长老也让我们看到疫情前跟疫情后,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调整啊。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将心归神,将心归家啊,万事互相效力。 神在疫情中有化妆的祝福,以前我们的心跑得好远,以前我们的眼目也跑得好远。 神现在就是要我们专注,专注,啊,啊,把重要的事情当做是重要的。 那谢谢弟兄姐妹,我们前面有四个定律,我们中间会有一个十分钟的休息,请大家十分钟后再回来,我们要开始学习需要的定律。 好,我们有十分钟休息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